好 下面我们来讲第八节 资本负债表日后事项 那么这节内容在我们资本评估考试中 曾经出过大题 这是第一 曾经出过大题 而且单独出过大题 那么因为这一部内容 最主要的是调整项 而调整项往往可以和前面章结合 和什么结合 第一 和收入结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和货友事项结合 那么这一部分内容应该说 考的概率以前是比较高的 那么激考以后 这一部分内容还没有出现过大题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支点 资本负债表日后事项的概述 所以资本负债表日后事项 是指资本负债表日制财务报告 批准报处之间发生的 有利或不利的事项 那包括资本负债表日后 我想调整项和非调整项两大类 好 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资本负债表日 资本负债表日是指会计年度末和会计中期末 即年度资本负债表日是指每年的12月31号 这个简单吧 好 我们国家目前上市公司提供年报 那么都是指这个 好 中期资本负债表日是指各个会计中期期末 那包括各个月末季末 以及半年度末 我们国家目前上市公司提供的是什么 一个是季报 一个是半年报 再一个是年报 对吧 那么这些内容都是属于什么呢 我们所讲资本负债表日 那么其中的半年报呢 就指那6月30号等等 这样 财务报告批准报处是指 董事会和类似机构批准财务报告 报出的这个日期 对于公司致起而言 对财务报告承担法律责任的是董事会 因此财务报批准报出日 是指董事批准财务报告的什么日期啊 报出的日期 批准的日期啊 不是注意这里特别讲的 不实际的报出日期啊 所以再看一遍 因此财务报批准报出是指批准报出日 是指董事批准财务报告 报出的日期 好 这是一个不是实际的日期啊 比如说我3月20号批准报出了 3月22号实际报出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以前面日期为准啊 好 接着看 而不是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日期 也不是注册财务师出具审计报告日期 都不是 好 那么这个特别注意一下 这块内容我们准则可没有写这个内容 这是作者加上进来的 我认为挺好的 那么注意一下 这个内容可以考 可以考 非公司制企业财务报批准报出日 则是指经理或厂长会议 类似机构批准财务报告 报出这个日期就可以了 好 第三 有利或不利事项 一般情况下 如果该期间发生的某些事项 对企业有利或不利的话 那么不管这些事项 是否需要在财务报告中披露 那么都属于资产负代表日后事项 反之如果资产负代表日后发生的某些事项 对企业并没有任何影响 那么就不水资产负代表日后事项 所以记住 有利和不利事项是一视同仁 那么具体包括什么 后面再讲 一共12个内容 就12个内容 第四 资产负代表日后是涵盖期间 是指资产负代表日后至 财务报告批准报出之间 这个期间叫资产负代表日后事项 比如说 2018年 2018年 2018年12月31日 这叫什么日期啊 这叫资产负代表日 这而定说 18年草务报告于 2019年3月20号批准报出 那么涵盖日期 那就是2019年1月1号 2019年3月20日 好 那么这个期间看见了吗 这个期间就是我们所讲的 资产负代表日后事项 现在涵盖期间 19年1月1号 至19年3月20号 这个期间就是属于涵盖期间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小问题 再看第二个支点 资产负代表日后事项调整事项 资产负代表日后事项注意 是包括两个内容 一个调整一个非调整 调整一共四个 非调整一共八个 一共记住十二个 选择的要负学 好 下面来看 资产负代表日后调整事项 是指对资产负代表日 已经存在的情况 提供了新的或进一步证据的事项 这叫调整事项 通常讲调整事项 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 资产负代表日 首先已经存在了 必须存在了 资产负代表日后得以证实的事项 那么第二 对资产负代表日存在的状况 编制的草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事项 所以 以2018年12月31号为例 这属于资产负代表日 对吧 好了 那么涵盖期间还是3月20号 那么19年1月号至3月20号 19年3月号 这个期间涵盖期间 那么我们所讲的这个什么调整事项 是指资产负代表日 即之前存在了吗 存在了 这个期间存在了 然后日后期间 比如说2019年 2019年1月10日 在涵盖期间之内吧 3月20号 对吧 是不是在的期间之内 是在的期间 那么在这期间得以证实了 得以证实了 那么这个事项就属于什么 就属于调整事项 就属于调整 我举个具体意思啊 你说调整非调整啊 说2018年我销售商品 钱没收到 钱没收到 一共一个亿 一共一个亿 没收到 当时呢 当时呢 注意啊 当时的话没收到 到了18年12月3还没收到 当时对方通知我 他们仓库着火了 仓库着火什么通知我们的 是18年12月3上着火了 仓库被烧了 整个企业破产了 一个亿不给我们了 我给不了了 破产了 好 那么这种情况在资产负代表日期之前存在了吗 存在了 好 到了第二年 到了第二年 那么假定说啊 2019年啊 2月3月都可以 反正3月20号之前啊 那么这期间 正对方正式通知我 对方正式通知我 说这一个亿的款项 那么给不了了 给不了了 好 那么这个水调整吗 对呀 资产负代表日期间存在吗 已经着火了吗 已经着火了 日后证实了吗 证实了 日后期间 在曹果报批准报处之间 证实了 那么这个事项就应该水什么 调整事项 那么水调整事项 第二大类 补提坏账准备 这是一个 那么企业发生的资产负代表日后上 调整事项 一共四大类 这四大类 我们要记住 第一资产负代表日后诉讼案件结案了 法院判决证实了 且在资产负代表日已存在的现实义务 需要调整原先确认的 与该诉讼案件相关的负债 或确认向新的负债 这是第一个 比如说我在2018年 有一个诉讼案件 诉讼案件 按照当时的估计 我认为败诉可能性80 如果败诉赔100万 当时借银外支出 待遇及负债100万 第二年 2月10日 法院判了 要求我赔150 原来确是100万 现在赔150 怎么办呀 调差呗 调那50万差吧 那么作为调整事项来处理 那么第二 资产负代表日后取得确凿证据 表明某项资产在资产负代表日 发生了减值 或者需要对该项资产原先 确认的减值金额进行调整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个坏账准备 一个亿收不回来了 补提坏账准备呗 那么第三个内容 销售退回 销售退回 那么这个内容 我们教材用力提 好 那么第四个 差错更正 第四个 差错更正 这四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四个调整事项 好 那么快处理 如何处理呢 第一 如果涉及损益的话 直接通过以前年度 随调整科目合算 比如说涉及到调整 营业支出的 借营业支出不能借了 换它 换以前年度随调整 比如说调减去年的收入 借助营业物收入不能借了 换它 明白了吗 凡是涉及损益的 都用以前年度随调整科目 替换一下就可以了 好 比如说补提坏账 借记资产减损损失 你不能借资产减损失 那么借以前 好 第二 涉及利润分配的 那么直接调整利润分配 二级科目未分配 例 比如说调盈与供给 那么第三 既不涉及水 也不涉及利润分配项目 直接调整相关的科目 比如说固定赞 长期股权投资等等 好 这是一个 那么再往下走 其他人自己看 那么第四 通过上述处理后 还应该同时调整 报表相关项目的 数字 那么调报表数字 这没问题 好 那么问题就是 这一波内容 要提醒大家的 在会计核算的时候 我们教材中 就举了一个例题 把这个例题搞懂 就可以了 就这个例题搞懂 一定要搞懂这个例题 因为以前考过 这是一个 那么再找一下 其他的练习 再练一下 这方面的题目 下面我们来看 教材的题目 假公司的一般 税人 适用的增值税 百分十六 所得税 百分之二十五 按百分之提议供给 24年11月份 销售商品 100件 每件商品 成本 1200元 好 价款呢 共计是 多少是 20万元 好 税呢 是三万两千 货款尚未收到 该公司 应收账款 提了换账准备 2320 第二年1月20日 发生退货 十件 退了十件 退了十件 原来卖多少件 卖了一百件 得退货 百分之十 好 开了红发票了啊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 按照资本副代表 日后实际上原则处理 充件报告年度的什么 收入啊 对吧 因为这在 曹报批准报出之前 好 翻路 借主营业务收入 不能借了 换 以前年度 所以调整 那么金额是 20万的百分之 那么金额是 两万 同时借应交税费 销向税 那百分之六是三千二 然后贷应收 含税金额23200 第二商品入户 借记库存商品 库存商品 带主营业务成本 不能带了 改带以前 那么全部成本 到百分之十是 一万两千 同时换账准备 换账准备 再反着冲过去啊 借记换账准备 代记资本解释损 换以前年度 损一条呢 百分之十 二百三十 都是上面的百分之十啊 都是前面的百分之十 都是前面的百分之十啊 百分之十 好 那么这个成本也是百分之十 都是百分之十 好 那么完事了 好 再后 再把它转到 盈余攻击 未分配利润 这是一个啊 同时 如果给所得税 还要调所得税 不给所得税 就不调所得税了 这道题给所得税了 下面来看 那么调整应纳税 所得等于去年多交税了 是用退回的收入 减到退回成本 收入减成本 那么算出来是 八千 八千的25%是 两千 好 那么转回 电所得税资产 这个资产什么 因为 我们在这里头 有什么问题呢 你在前面有这么一笔分路 借了坏账准备 冲回坏账准备了 冲回坏账准备后 那么原来你 记题的时候 确认电所得税资的时候 借电所得税资 那么现在代掉 所以转回电所得税资 232乘25% 好 调整所得税费用呢 那就是 二者差额就可以了 特别提醒大家 问题是 应纳税所得调整 收入减成本 收入减成本 那么那个 坏账损失转回 那个损失税法不认 因为那个已经纳税调整过了 知道吗 所以往前看 那么这块内容 这块得有 只调什么 只调这个 和这个内容 这个是不能调的 第232 虽然也在代方不能调 因为这个内容 税法是不认可的 原来已经纳税调整过了 纳税调整过了 所以这块 应纳税所得是 收入减成本 就低 第二个 但地盐 原来确认电所得税资 现在就给我冲回来 要给我转回来 因为下面我代计 地盐所得税资 好 翻路 借应交税 为应交所得税 那么金额就是2000 2000 然后转回地盐所得税资 58 差额到几出以前 就可以了 然后再往下走 再将以前年度损一条余额 转走 转哪去 转位分配 然后再调一个供给自己看就可以了 这不再解释了 到了为止 那么调整事项 我们说完了 调整事项 四大类调整事项 建议大家 这四大类调整事项 都应该知道 怎么去处理 好 下面我们来讲 最后一个支点 资本代表 日后的非调整事项 我们先来看第一 什么是非调整事项 是指资本代表 日后发生情况的事项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叫什么 非调整事项 那么对于重要的非调整事项 如不加以说明 将会影响财务报告使用者 做出正确估计和决策 因此需要在报表附组中披露 听懂了吗 所以记住的特点 调整事项是要边分路的 要边分路 通过以前研究损调 边分路 边完分路 要调账调报表 对吧 但是呢 他不披露 因为我调过账了 调了表了 就不披露 而非调整事项 是不调账 不调表 但是需要披露 需要披露 所以我在这说一下 前面所讲的政策 披露 政策变更披露 估计披露吗 披露 估计变更披露 披露 那么日后事项调整呢 不披露 非调整 是披露的 非调整 披露的 披露 每项重要的资产负账代表 日后非调整的性质内容 以及对财务状况 基因成果的影响 无法做出估计的 要适当说明理由 那么 非调整事项特点是 第一 资产账代表日 并没有发生 或存的 完全是日后或期后 才发生的事项 那么第二个 对理解和分析财务报告 有的重大影响的事项 比如说 我刚才举例子啊 说 我2018年销售商品 2018年销售商品 到了年末 12月31日 还没有收到货款 好 那么 一个亿没收到 没收到 那么当时对方财务状 很好 没有着火 没着火 没着火 18年没着火 后来2019年 2月份着火了 2019年2月份着火 3月份通知我 说啊 说什么 啊 给不着钱了 一个亿不给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资产负代表日 及之前存在吗 不存在 日后 发生了 那么这种情况 说什么 非调整事项 你得披露一下 你得披露一下 好就这么个简单的 所以调整事项 是指资产负代表日 及之前存在吗 存在了 日后证实了 而非调整事项 是资产负代表日 及之前根本不存在 日后发生了 就这么这个区别 就这么点区别 好 那么非调整事项 一共八个内容 被这八个内容 选择调回去 被这八个内容 第一 资产负代表日后 发生重大诉讼 仲裁和承诺 注意日后 比如说19年20分 人家把我告了 20分把我告了 日后才发生的 不是18年起诉我的 是19年 3月20号之前 起诉我的 我讲的3月20号 是资产负代表 批准报出日 所以这个是什么 是属于非调整项 第二 资产负代表日后 日后 资产价格变了 税收政策变了 外汇汇率发生 重大变化 从而对解造成了 一个影响 非常大的影响 有利不利 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 我们在2019年 1月1号 2019年1月1号 那么国家税收政策 发生变化 原来我这个 又不征税 现在改征税了 一旦征税 对我起影响非常大 那么这个业务 就可能会亏损 那么这个事儿了 注意和18年 上年的经营成果 有关系 没关系 完全日后才变的 再比如说 2019年1号 发改委调整 燃油价格政策 提高了 或降低了 对我来讲 可能有利 可能不利 对吧 完全日后 完全日后才发生的 和上年没关系 第三 自然不代表 日后 自然灾害了 着火了 等等 发生重大损 日后着的火 日后自然灾害的 不是去年着的火 明白了吗 第四 自然不代表日后发行股票 发行债券 巨额举债 这些对一起来讲 都是重大事项 你也披露 发行股票 发行债券 都是属于重大事项 披露一下 五 自然不代表日后 资本供给转资资本 这也属于重大事项 必须要披露的 第六 自然不代表日后 巨额亏损 什么叫巨额亏损 比如说2019年 2019年 一月份 我亏了一个亿 但是2018年12月31号 我还赚一个亿呢 到了19年一月份 我亏损一个亿 亏损一个亿 这种情况下呢 你得披露一下 因为那数太大了 对吧 所以日后发生巨额亏损 七 自然不代表日后 且合并了处置子公司 那么这个 属于重大事项 购买子公司 处置子公司 都属于重大事项 在披露 八 自然不代表日后 解决利润分配方案中 分配的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 这个内容 都是属于自然不代表日后的 非调整上披露一下 都要披露 一共八个内容 总而言之 调整四个 非调整八个 一共十二个内容 选择题要回选 而前面的估计变更 政策变更 也是选择题 也要回选 好 下面看一下 第十一个例题 成五年 成五年 二月十五日 宣告 以资本供给 转增资本 财务报 批准报处日期 四月二日 好 公司 财务报 批准报处日期 四月二日 二月十五日 宣告 以资本供给 转增资本 那么这个事项 属于是非调整事项 第一 得说到一个问题 属于不属于 资产负代表日后事项 达属于日后里面又分为两个调整非调整 非调整 非调整 非调整作为当期正常业务处理 可以了 分路算作哪年的 分路算作今年的 但披露在上年报复披露 所以借资本供给 代计股本就可以了 所以按照非自然负代表日后事项进行处理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比较简单 所以分路算今年的 算今年的 这点要注意一下一定要算今年的 好 好 看2017年的考题 假上市公司在资产负代表日至 财务报告批准爆出日之间发生下列事项 所以资产负代表日后的非调整事项 A 发行可转债 巨额举债 发行股票 发行债券 都是非调整 悬 那么利润分配方案 无论是董事业还是股东大会宣告还是批准的 都是属于非调整事项 所以以前年度销售商品退回来 这个是属于什么 调整事项了 这个不属于非调整了 汇率变动 汇率变动 那么造成的外币应收账款出现汇兑损失了 这个是日后的非调整事项 那么因自然灾害发生的固定灾害损毁了 造成重大损失 日后着火 日后自然灾害了 显然属于非调整 答案除了C以外 A B D E都可以 那么这个C选项 是日后事项期间发生的销售退回 应该做什么 调整事项处理 好到这位置 那么这个支点也讲完了 这个支点大家重点掌握的是 调整事项的账户处理 其次非调整事项和调整事项的选择题 好到这里为止 我们这一章全部讲完 这一章内容应该说呢 包含内容挺多的 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呢 那么要注意越往后越重要 越往后越重要 前面呢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我们在资产评估师考 曾经考过 那什么题你知道吗 他这么出的题以前啊 以前的题啊 就是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是给你一些经验 我先编分路 编完分路以后 然后问你报表项目怎么填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这么出过题 那么现在不定上选择以后 那么也可以这么出 他可以考分路 也可以考 然后问报表项目怎么列 所以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这么出过大题 但是现金流量表呢 那么一般出小题 所有权源变动表 一般也是出小题 一般很少出题啊 那么除此以外后面的关联方 关联方呢 应该说是经常或每年都会出现的一个题目 那么再往后呢 就是我们后面所讲的啊 快计政策 快计估计了 日后了等等 这些内容啊 注意啊 日后事项 以前曾经考过大题 考大题主要是和收入结合 和互有事项结合 所以大家呢 要多练一下题就可以了啊 好 到此为止 我们全书内容在这都讲完了 好 讲完以后呢 后面注意啊 我想提几个要求 第一个 希望你们把全书的啊 就我跨一距一步的全书内容 那么一定要再过一遍 然后为后面的西地班做好准备 我后面还要接着讲西地班 所以大家一定要干什么呢 记和背 因为我们考试的时候 总体来讲难度并不是很大 好多都是文字 纯文字题 纯文字题就是背 和记的问题了 好 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每天要拿出点时间 去反复去看 没有这个反复过程 那么就肯定会忘记的 所以一定要经常的看 那么学到这儿 很多学生跟我说 学了后面往前面 学了前面往后面 这种现象是普遍的 谁都一样 我也一样 但是只要你经常翻点书 翻点讲义 经常看一看 在脑海里加深记忆 那么应该说没问题 就怕学完了 放一边去了 我学完了 看懂了 看懂了 放一边去了 一个月后再拿过来一看 全忘了 那不行 间隔时间不要太长 间隔时间不要太长 所以这个特别重要 比如说像我们这大后本书 三门课在一起 那么你说我学完你第一门课 别的不学了吗 也是 试着学 但间隔时间不要太长 你别超过一个星期 那么一个星期十天的话 那么有可能 再往后就有可能忘了 真的就这样 一个星期后 真的就是很容易忘了 那么第二个还要做题 必须要强调做题 不做题 肯定说是应付不了考试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做题 做题 这是强调内容 好 那么我们这门课的基础班的课程 全部结束了 最后我预祝各位 在2019年的资产评估考中 取得好成绩 谢谢大家 我们CT班再会